嗨,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大家觉得我现在的这个发视频的频率还可以吗 如果可以的话,那么接下来可能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我就会以这样子的一个频率来更新下去 当然就是如果有特殊情况的话 我尽量最起码会保证两周一更的 但是我觉得这只是一个特殊情况 那像正常来讲的话 我希望自己能够做到就是一周一更不要再割了 除非是真的有什么样子的问题 如果说一周也有可能会出现一周两更的情况 那像这种可能就是我突然有什么想要给大家做视频 想要传达给大家的一些东西 那么今天的这个视频主题呢 是围绕着我们已经锻联了的人 他的一个想法 或者是说他的现在有没有在想我们 他现在他之后想不想要联络我们 之后我们的发展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还有对你的一些建议 那么这个视频主题它是只适用于锻联了的人 当然这个人他可能他不只是说锻联了几年才可以看 你像锻联了几天就是一个星期一个月半个月一年两年或者更久都可以 就只要是现在跟你去没有联络状态的人都可以 另外的话今天的这个视频主要针对的还是亲密关系 那如果说大家想要看关于跟你朋友 或者是跟其他的一些人之间的 所以说尽可能的就是以更简短的方式来把能够感觉到的信息都传达给大家 好吗 那么今天还是同样的前面有四组选牌供大家来选择 大家可以凭借你的第一直觉来选择出你最想选择的那组牌 你可以凭借画面 你也可以凭借数字 都可以 但是尽可能的就是凭借你的第一直觉 那么这个是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第四组 一二三四 好了 大家可以开始选择 但我觉得可能大家都已经选好了 那选好的话 我们就可以接着看下去 我会把每一组的时间都放到我的简介里面 大家直接去跳过去看就好了 那么如果说大家觉得我讲话很慢的话 那么就可以加速播放 或者是说如果大家觉得我声音很小的话 这个真的是很抱歉 因为目前为止吧 就是我确实只能到达这个音量了 就是再大声 我可能就是要喊着跟大家讲话了 但这样就饶民了 也很不亚观 好吗 就感谢大家对我一直以来的支持 好 那我们就接着来看下去吧 第一组的小朋友们 你们好 首先还是要跟大家来讲一下 因为这个是一个公众的毒牌 所以说它可能会对应你的信息 也可能不对应 切勿强行对号入座 如果你发现这个信息是不对应你的 就请换一组或者是直接关掉这个视频 另外的话 大家在做完了这个视频之后 请记得要跳到视频的结尾去 因为我会有一个很随机的一个 很小很小的一个小占卜 它其实不是一个占卜了 只是要传达给大家 可能是你们当下需要 就是最需要可能听到的一个信息 并不是很多信息 就是只有一个信息 好吗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好 咱们现在就来开始 今天的这个视频内容 首先我感觉其实选择到第一组的小朋友们 你们大部分的跟这个顿联了的人 你们之间本身来讲 是已经认识了有一段时间了 可能你们两个之间本身来说的话 积攒来的感情也是比较多的 可能就是有个超过一年的感情是比较多一些 另外的话我觉得有一部分的人可能你们本身来说的话 之前是有订过婚或者是说想要结婚啊 或者是有过一些承诺的感觉上就是这一组的人 其实并不是那种好像没有太多承诺没有太多的怎么怎么样 然后就稀里糊涂的在一起然后稀里糊涂的就断联了的这样子的感觉 其实不是这样 我觉得更多其实你们之间本身之前是有过很多感情上的积累的 或者我也觉得你们两个很有可能就是有认识彼此的家人 或者是认识彼此的一些朋友啊同事或者说同学之类的 有一个这样子的感觉 我觉得像之前的话你们两个可能会有因为一些其他的人发生一些问题 有可能如果不是来自于其他人的话 那就是你们两个之前一些没有完全处理好的事情到后面终于爆发了 这个很有可能是跟沟通上面是有关的 很有可能就是有人是不太想要去沟通 是有一种就是逃避的感觉 有一种不想要再继续的付出什么样子的努力 或者是说再有更多的期待 可能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感觉 而且如果说就是不是因为之前两个人有什么负面的一些问题 导致的两个人到后面就是没有谈冷 然后变成了这种冷战的状态的话 我觉得还有可能就是因为其他的人 其他的人的话我觉得有可能如果不是来 来自于家里面的反对 或者是周围的一些其他的人的不支持 有可能就是来自于像第三者的进入 或者是有谁的前任回来找了 我觉得是有这样子的可能性的 就是之前的一些负面的矛盾其实没有解决好 这就导致了你们两个其实现在是一个非常卡顿的一个状态 其实你说对方他现在有没有想你的话 我觉得他如果有十分十百分的话 我觉得这人他大概就是正常来讲有个四五分的想你 就有时候是四分想有的时候是五分想 就是确实是没有特别特别的想要去干嘛 但是我感觉上这个人他还算是会去想你的 但是让我感觉到其实这个人他就目前的一个状态来看 他认为两个人其实现在各过各的也不错 就是他过他的生活可能不管你们是上学也好 还是你们已经工作了之类的 就是感觉上都有自己要做的事情 没有什么可干涉彼此的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觉得还可以 但是让我感觉到其实你们两个之间本身来讲 各自都会有一些失落的感觉在 就是有一种卡卡的状态 本身也不是真的想要这个样子 但是确实就是卡在了这个地方 是有失落的东西存在的 那我看到其实对方他对于当下你们两个人的状态的话 其实这个人他是有一种想要随着时间这样子转动 他可能两个人之间会发生一些什么样子很正向的改变啊 或者是说两个人还会在复联 还是会怎么怎么样 他其实他觉得当下虽然说我做不出什么来 但是其实我当下我觉得可能随着时间过去 还会有一些什么什么的变化吧 因为我感觉到其实你看的这个人 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可能你想的这个人他是你的真爱 而且我觉得很多的人 可能你们就即使是没有说到谈婚论嫁这一步 但是你们可能就是会有一些承诺 或者是说是希望奔着结婚的这个方向去走的 感觉上其实 如果说对方他接下来他有没有说想要跟你有怎样的发展的话 我觉得这人他其实现在觉得挺无力的 就是挺有点累有点吃力 就是他也想要歇一歇 也想要说喘一口气这样子的感觉 因为他觉得其实你也是很理智的 他觉得不管说之前两个人曾经发生过什么样子的问题 可能你们两个有争吵过 之后又冷战又这样子不讲话断联了 但是他觉得其实你现在对他表现出来的一个态度 就是不管说你到底心里面到底是怎样想的 但至少说这个人他其实是觉得你现在是很理智的 是甚至可能是有点 就是论事也好 或者是觉得你为什么就不能够体谅他一下 或者是说为什么就要冷酷 或者说之类吧 或者说说话可能也不是特别的重听 但是我觉得其实你们两个现在保持的这个状态 其实蛮一致的 就像镜子一样 就是因为其实你给他表现出来的是一个你很理智的样子 那他给你表现出来的其实也是一样的 就是谁都没有说真的去好好的努力 说再去推进这个关系 然后打破这个断联的这层纸 就是感觉上谁都没有去破冰的这样子的感觉 那他确实也是没有什么力量去 他没有什么力量跟行动力说 接下来要怎样做 他其实现在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想法 那么接着我还看到就是 他最大可能接下来会想要去怎样推动你 他想要推动你吗 我觉得其实你们两个 因为其实人在相处久了之后肯定会发生很多的摩擦 我觉得你们两个之间会有一些不公平的点 未必是非的 就是非得是那种 就是谁付出的特别多 然后一个人只顾着享受 也可能是生活当中其他的一些事情 造成的你们两个之间的一些摩擦 一些不平衡 那么我觉得其实你们两个 他接下来的话会希望说你们两个能够达到一个平衡 虽然说现在你们两个都是有一种互相较劲的感觉 那他确实他也没有说 如果说你想让他就是很感性的去想这些问题 就是说 他觉得怎么怎么样真的是我的问题 然后我要回来给你在讲什么样子的话 对于他而言其实就目前来看的话 他没有去想这么多 就是都是有落差感 都是有失落感在的 可能就是因为两个人在一起 然后付出久了 就是有点累了 有点说想要歇一歇 可能更多有一个这样子的感觉 那么我看上去 其实他接下来的话 你要是说他有什么很大的推动 我觉得其实也没有什么 那么至于说 这个人他到底跟你接下来 会有一个最大可能是怎样的发展的话 其实以你们两个当下的能量状态来看 是不太稳定的 有可能是在你们两个相处的期间 比如说你们之间的家人是认识了的 可能不管说之前有没有同意你们两个人 但是我觉得可能后面是有着一些家里人反对的声音 或者是朋友反对的声音 再或者是说你们两个后面还有着地域上的问题 可能离得比较远 或者是说你们两个本身来讲的原生家庭也好 或者说两个人之间生长的环境 可能是有一些不同的 这就会导致如果说之前你们两个人是想结婚的 我觉得其实可能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结婚的这个事情可能不是很顺利 那么如果说是你们之间是有一些承诺的 就是说两个人要好好的走下去 或者说怎么样 我觉得接下来它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 感觉上两个人之前就是建立起来的很多的基础 现在有点就是倾斜倒塌的感觉 就是没有那么的牢固了 很有可能也是有外在的一些大的环境的声音 也在影响着你们 那么如果说就是我还感觉到可能你们之中有人是 一个是说背景环境不同 我觉得还有一部分的人可能你们还有这种 就是我刚感觉到可能有这种就是因为孩子 就是部分吧我觉得是小部分人的信息 我觉得是因为就是婚前然后未婚先孕这样子的情况可能还会发生什么样子的问题 还有我感觉到其实有一部分的人可能我感觉是背景上可能一个人是在做是很注重经济 或者是说很注重自我的提升 或者是说本身来讲就是自己创业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但不管上怎样来讲 我看到其实在你们两个之间影响着你们两个的因素 我觉得确实是你们两个有结束掉一些什么 确实是有断掉一些连接 但我觉得可能断掉的不是那么的彻底 很有可能就是说如果说你们两个之前有同居的话 我觉得或许就是谁的东西就可能他的东西 或者是你的东西还有在放到谁的家里面还没有完全的取走 或者说共同养了宠物 或者是说两个人之间还有什么共同的一些东西是没有完成 或者是说还有什么存放的东西在的 我觉得不管是说现实的上现实上面的东西 还是说在精神上面的一些连接两个人没有彻底完全的断掉 但是我又觉得是就是谁都是在观望 谁都没有做出那一步的行动 而且我觉得其实你们两个之间本身来讲到后面是有着很强烈的信任问题的 就是有一种好像你不太信任他 他也不信任你这样子的感觉 因为本身好像到后面两个人之间的沟通就不是那么的顺畅了 对吗 就是有一种好像中间就是隔着一个什么的感觉 你觉得他好像就是有什么是骗了你的 就是确实是我觉得你们两个之间本身就是有着一些秘密的存在 不管是说这个秘密是什么 但至少这个东西是存在的 但是我觉得有了这个秘密 两个人却没有真正的好好的去沟通 好好的去解决 虽然说两个人之前建立的一些基础还存在 但是我觉得其实以目前的一个状况来讲的话 接下来这一小段时间里可能两个人并不会是非常的愉快 那我看到其实如果说这个人他现在对你还有没有感情的话 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有感情是有感情 但是我觉得他也经历过一段不太好受的时光的感觉 或者是说他现在其实他白天的时候 他不是说特别的会想到你 因为他也要做他自己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这个人他到晚上的时候 他其实在想到你们两个之间的事情的时候 他会有点睡不着觉 或者是说这个人他本身他就是习惯晚睡的 也有可能你也是习惯晚睡的 那么我看到如果说你们两个之间是有着一些联络方式 或者是一些就是他能够观察到你动态的途径的话 不管是什么网易云微博微信之类的都可以 我感觉这个人他其实能看的 他有些时候他会去偷偷的观察一下你 他也知道说你们两个现在闹的这个问题可能 因为我觉得其实你们两个不只是说两个人之间的问题 很多人我觉得可能会掺杂 掺杂着第三因素 这个第三因素可能是其他的人 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事情 他是觉得 如果你说这人他认为你们两个还能和好吗 我觉得这人他其实是有一种先随着时间过去 他觉得没有完全的结束 但是让他现在做什么 他确实是也没有太大的想法 那么我看到这边对你的建议是什么的话 首先我在看到就是这个关系 因为我没有看你 其实我都是在看对方 但是我感觉可能这段关系对你来讲也是挺累的了 也是挺让你觉得乏味或者是挺没意思 或者是这之间也会给你一些压力 或者如果你之前跟这个人有什么样子的计划 你是希望按照这个计划来走的话 我觉得现在确实是都会得到一些延缓 并不能够那么顺畅的去通行 那么另外就是如果你本身在这段感情里面 就是挺累的一个状态 如果你觉得这关系就是那种 两个人都有点负面了 然后你就觉得你的感情生活其实是有点黑暗的 可能你会觉得有些时候 我为什么要跟这个人在一起 或者说我为什么要怎么怎么样 我想要也自己喘口气的话 其实就是在跟你讲说 你现在真的可以在这段时间里面 先把自己的事情先照顾好 然后想做一些什么就去做什么 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鲜活 然后把更多的新鲜的东西带到自己的生命里 可能是你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没有尝试过的一些东西 或者是说你顾忌到这个人就没有做的一些事情 你现在可以去做一下 那么另外的话就是一个是在说 丰富你的生活 还有就是要平衡好 因为可能就是你因为这个感情 会让你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去失衡 可能你在面临着一些选择的时候 或者是怎样 你可能会总是拿这个感情 跟其他的东西做对比 就是哪个更重要 或者是把哪个排在前面 但是现在其实建议你 先把自己的状态排在最前面 就是要有所自己的突破 让自己先真正的轻松一些 那么对待这段感情呢 要保持一个正向 因为我看到了这个天使会员卡 在跟大家讲说 保持正向 也就是说 其实你不需要有太多太多的担心 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个之间本身来讲的话 可能过了这一段时间 可能还会有什么样子的变化 因为我们今天看的是一个当下的状态 那么看到接下来的发展 也是短期内的一个发展 并不是说就很长期 或者说以后就真的就定型了 不会这样 因为我们的能量都是在改变的 当我们的能量真的改变好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对方 我们的另一半 他也能够感觉得到 对吗 所以说先照顾好自己 那另外我还看到 有一小部分人的信息 可能你们有在比较什么 我不知道你们是在拿自己的 另一半这个锻炼的人做比较 还是说拿自己跟什么东西做比较 还是说生活当中 你觉得什么东西是失衡了 什么东西是需要你去做比较的 其实在告诉你 什么东西都有它存在的道理 那么我们既然在一起了 或者说我们既然怎么样了 那也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并不是说什么比较 就能够比较得了的 因为各花如各眼 对吧 就是不能够这样子去比较 要相信自己的价值 也要相信其他的人 或者说其他的事物存在的意义 那么还有对这段感情 我还看到了 就是你可能需要去了解更多 可能在这个关系里面 因为我刚才有讲过 说你们两个本身来讲 是有着一些秘密存在的 那么你需要去了解更多内下的一些真相 可能还有一些东西是你完全 也不是完全 也可能就是说你意志半解 或者说没有完全搞懂的情况 可能来自于他那边的一些事情 或者是说你两个之间 有什么其他第三因素的一些影响 是不是你还没有完全的知情的 这个是需要你去了解的 那么另外的话 我感觉其实选到这组牌的朋友 其实我平常在视频里面 是不喜欢说星座的 因为看视频的人很多 再者来讲的话 这个他其实也是一个参考 但是我今天感觉到了 我就还是要跟大家来讲一下 我觉得其实今天的 这一组 这一组牌 我觉得很多的小朋友 或者是说你在想的 那个断联的人 可能水象星座 或者是风象星座 会比较多一点 那水象星座就是 天蝎 巨蟹 还有双鱼 风象星座 就是天秤 双子 还有水瓶 那么我觉得可能这一组 如果说更细致来讲的话 我觉得巨蟹座 天蝎座 跟双子座的感觉 我会更加的强烈一点 但是大家也是拿这个星座 仅做参考就可以了 就是如果说你是在 这两种星座里面的话 那很有可能 这个信息会更加的对应你 但并不代表说 你的星座不在这里面 就是不对应你的 因为也可能就是 你的星座里面 还有一些其他的位置 是对应的 但不管怎么样 就是具体还是要看 这个情况是否对应 而且再跟大家强调一点 这是一个公众的毒牌 切勿强行对号一座 那么 接下来这个 其实这个就讲完了 接下来我还给大家来看了一下 接下来大家的15天 15天内 大家可能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 就不论好坏 就是你的生活里面可能会发生什么 首先 我看到的就是 可能在接下来15天里面 大家要注意一下 你们跟家人 或者是跟朋友之间的沟通 可能会跟家人或朋友产生一些分歧 或者是一些争吵之类的 会比较有可能 所以说尽量的在发生问题的时候 就去好好地解决 那么另外我还看到 接下来的15天 你可能会去玩 可能会参加聚会 参加婚礼 参加什么活动 或者是谁要过生日 或者是说 有谁来家里 拜访之类的 就是 可能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那最后我还看到了一个信息 就是 如果说 你现在心里面有一个愿望 是想要实现的 但是注意这个愿望 它是可实施 就是一个不是什么假大空的一个愿望的话 那么就请你 相信你的这个愿望 因为我看到很有可能 在这个 15天以内 我觉得很有可能 你的这个愿望 会达成 就是一个 不要许太大的愿望 我觉得一个小的愿望就好 我觉得 是可能会达成的 好吗 那么 最后再来跟大家补充 几个刚感觉到的消息 就是大家其实 我觉得其实不管怎样 就是你跟你想的这个人 你们两个之间都是很安全的 没有什么 现在两个人之间就 发生很 怎么怎么样 就是你跟他 至少现在都是很安全的 只不过现在就是各自做好各自的事情 那么你们两个之间的沟通 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就是怎样去让两个人真正的破冰 然后好好的走下去 其实要真的好好注意 两个人之间的沟通问题 那么也是要释放你的消极情绪 就是在这段时间里 先把你的这些负面的垃圾 先该消除的就消除出去 该扔掉的扔掉 让自己保持一个很轻松 正向的状态 这样子的话 我们才能够把我们自己的这种状态 投射给对方 好了 那么这个就是今天第一组的全部信息了 感谢大家观看到现在 大家可以接下来去跳到视频的最后面 看那个很小的一个 就是宇宙当下最想要给你传达的一个信息 到底是什么 那么希望这组视频有帮助到大家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惑 或者是说有什么建议 可以评论留言跟我讲 也可以跟我分享你们的故事 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根据自己的个人情况 做私人的占卜的话 也可以加我的微信预约 好吗 祝福你们 感谢你们观看到现在 再见 欢迎想到二号组牌的小朋友们 你们好 那么在视频的初期 我还是要跟大家再次强调一下 因为这个是一个大众的占卜 所以说它不可能对应到所有的人 切勿抢行对号入座 如果你觉得这个信息 它是不对应你的 你可以关掉这个视频 或者是再换一组来听 另外的话 还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 大家在看过这组视频之后 请跳到视频的尾端 因为我在那里为大家准备了一个 很简短的一个信息的传递 其实也是 就是可能是你当下需要去听到 或者是宇宙 现在想要让你听到的一个信息 是非常非常简短的一个信息 大家可以去听 那么还是要跟大家说 如果说这个能量有些时候会 产生反过来的情况的话 就比如说 你觉得我在说 它的问题其实是在讲你的话 那么就请自行颠倒过来看 好吗 因为这个是大众的视频 它不可能完全对应到所有人的能量 那么接下来就来开始我们的视频主题 首先来说你断连的这个人 他有想你吗 我觉得这个人他是有想你的 他非常的想你 那另外的话我还感觉虽然说 这是一个断连的视频 但我并不认为选到第二号组的小朋友们 你们就是真的彻底的断掉了联系 更多感觉上是那种就是 断连个几天 一个星期 半个月 然后两个人可能还会发生一些交集 如果是本事的话 两个人可能还会有见面的机会 如果说是距离比较远 或者是异地的话感觉上也是有着一些 语言或者是消息上面的一些传递的 感觉上并不是真正完全的断掉了连接 可能只是因为现在两个人是没有讲话的 更多是一个这样子的状态 那么我感觉其实对方的话 她是很想你的一个感觉 再如果你是一个男生 你在观看这个视频的话 那么对方这个女生 她是一个非常热情 会让你感觉到很 很有吸引力 然后也很有魅力 非常的 怎么讲 有着一些女性能量的这样子的一个女生 她也有可能会是有一些掌控力 掌控力 或者是她有一些火象能量会比较的强 那么虽然说我平常的视频里面 不会去刻意的讲说这个星座的问题 因为是很多人都去观看 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界限意义 但是其实我这一期的视频 我有感觉到一些星座的能量 所以说还是跟大家来讲一下 因为有可能就是 讲到的可能就是更多 会对应到这个星座的小朋友 当然你不是这个星座 也不代表说就是不对应你的 也有可能你的星盘里面是有存在这个星座 或者是说 因为毕竟这只是一个参考嘛 因为我看到这个视频里 第二组的能量 我看到了很多火象星座 还有土象星座的能量 那么火象星座就是 白羊 狮子 射手 那土象星座就是 鸡牛 还有处女 魔节 那么更多如果更具体的话 白羊座 还有魔节座的小朋友 可能会更加多一些 可能是你是在火象或水 或土象星座里 或者是说 你想的这个人 他是在火象或者土象 或者你们的上升 月亮 是有在这两种星座里面的 但是不用刻意的去 推敲这个东西 那么我看到其实 我看到其实 如果你是男生的话 你想的这个女生 她是很有魅力的那一群人 她是 你们两个之间 我觉得其实是会有一些 化学反应在的 是会有一些火花的 那如果说你是女生 你在想这个男生的话 那么其实 在这个男生的心里面 你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女生 你们两个可能 在感情的初期 发展的是很快的 虽然说让我感觉到 其实你们之间 是欠缺着一些承诺 欠缺着一些 长远发展下去的 一些因素 可能是来自于 男性的那一方 其实并没有 给那么多 可能就是比较吝啬 或者是怎样怎样都好 但我感觉上 在你们两个感情的初期的话 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是非常的火热的 可能就是互相的吸引 是很快 就是感觉上可能 这跟外貌之类的 可能也没有很大的关系 但感觉上 就是非常的吸引第一次 甚至我觉得到现在的话 对方对你的吸引力 或者说你对对方的吸引力 还是依然存在的 没有停止 但我感觉很有可能 就是会形成那种 发展很快 然后进度很快 确立关系很快 或者说怎样 但是到后面 却没有一个非常非常稳定的一个感情的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才会发生这么多的问题 那么我还感觉到 其实你在想的这个人 无论他是男生还是女生 他其实是非常想你的 他能够想到你们两个之前 共同经历的一些事情 可能包括我觉得 在你们两个在处理问题 在想事情上面的一些想法上 是很像的 即使是说可能两个人在某些层面上来讲 会让人感觉到 不是很一致 但是可能就会有一种 我们在灵魂上面 就像灵魂伴侣的感觉 就是在灵魂上面是很契合的 就是很了解 比如说可能你们两个人的一些缺点 是很像的 但未必说真的完全都是优点 但不管怎么样 我看到你们两个人本身的话 确实是灵魂伴侣的关系 包括其实有吓到我的是 我看到 我看到布局其实是有灵魂伴侣的信息 我甚至还看到了双生火焰 就是我觉得这一组的人 可能你们两个本身来讲 就像一个男版的 他像 就是他像另外一个 你就有些时候像照镜子一样的感觉 可能有些时候会让人感觉有点烦闷 有点讨厌对方 就是彼此之间可能还会有些讨厌 就是有一种 我不想让他明白我 我明白的这么清楚 他为什么要这么聪明 为什么他这么了解我 但是我又希望说能够有一个这样子灵魂伴侣的存在 那么我感觉到其实两个人可能不光是说灵魂伴侣的关系 如果说你们之间是有着年龄上面的差距的话 尤其是在九岁左右 超过九岁 就是十岁左右的这样子的一个年龄差的话 我觉得更有可能是灵魂伴侣的关系 不 更有可能是双生火焰好吗 就是我觉得双生火焰很难遇到 但是并不是说遇到了你的双生火焰就真的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那么在这里面我不会跟大家来多讲 不过如果大家有对这个很好奇的话 接下来可能我可以去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个人对于双生火焰的一些理解 一些想法 一些感受 那么还有就是我觉得双生火焰之间 可能在你们两个之间如果有那么这种就是能够互相成就彼此的感觉的话 那么你们就更有可能是双生火焰的关系 就是比如说对方他的有一些专业技能也好 他的特长也好 或者说他所设计的一些领域 他能够跟你很完美的搭配 就是他能够帮助的到你 你们两个在一起游戏是在共同做一些事情 或者是在经营什么样子的东西的话 我觉得是能达到一种共赢的 就是互相成就的话 就是很补你 就是很契合 其实就双生火焰的可能性会更加的大一些 那么我看到其实对方现在对你的一个想法 他现在其实有些时候是有失眠的一些状况 或者是很晚睡的 那他在晚睡的时候 其实这个人他会更加容易去想到你 就是越到天黑越想你 但是不只是天黑 我觉得这人他在白天的时候 他也是有在想你的 当然我没有看说你有没有想他 因为这个视频我主要看的是 对方对你的一个状态 那么确实对方是很想念你 不管是说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那么另外的话对方他你们两个之前可能是确实是已经有结束过什么样子的东西了 可能两个人之前是恋人的关系 但是这段感情没有维持太长的时间 可能就是几个月 半年这样子可能就是让我感觉到是比较短暂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但是并不代表说你们两个之间的连接是短暂的 更多可能就是没有特别特别认真的去好好的经营 可能就是有一方其实是有认真了的 但另外一方可能许下的一些承诺也好怎样也好 是没有做到的没有兑现的没有实现就像一个说谎者 是有伤害在的是有欺骗在的 在两个人之间是有着很多的那种就是可能是你需要去原谅他 也可能是他需要去原谅你 但感觉上你们两个之间本身而言就是有着这些有很多的伤害 那这个伤害我觉得有部分的人可能是来自于第三者 也有可能你们之间的感情是比较开放式的关系 就是那种现在你身边也有了其他的人 那对方他身边也有了其他的人 但是可能就是两个人之间还是有着一些纠葛的关系 那么对于你们两个目前的话 其实对方是觉得你非常的有吸引力 甚至我觉得你们这一组是非常的有那种激情上面的火花的 甚至是身体上的吸引力也是非常非常的强烈 因为我看到了有很多这方面的信息 可能就是有一种就是非常契合的这样子的感觉 非常的吸引人的感觉 那我觉得其实对方认为其实现在跟你的话 没有说真的完全彻底的断掉 或许在你这边你也是有这样子的感觉的 但是我又感觉到对方其实是有想过说 做一个什么样子的决定 就是决定他到底要跟你有一个怎样的发展 还是说彻底的跟你结束掉这个关系 我觉得其实他对方他其实是有一种 现在没有拿定主意 他没有办法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决断的感觉 感觉上其实现在你们两个的关系是蛮开放的 感觉上就是你这边也有处理着其他的事情 或者说有其他的人 或者是说他那边其实也是有在处理其他的人 或者说其他的事情的 就是各自好像也没有太多的牵扯 但是确实还是连接是没有断掉的 那我看到对方他接下来想要跟你怎样去发展的话 我觉得其实如果说对方是男生的话 对方他对你是非常的有感情的 非常的有爱的 他是有说 我觉得他不会表达 但是他心里面有对你的各种的想法 他希望能够慢慢的去给你一些什么东西 他对你也是有着一些责任感的 他虽然说觉得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是 让他感觉到有压力的部分在 但是我觉得这人他确实是以目前的状态来讲 他没有决定好到底要走开还是要继续 但不管怎样我觉得他的感情还是有存在 那么但是我更多还是觉得他 可能不管说他是一个男生还是女生 我都觉得他是一个蛮固执的人 或者说一个蛮自我 比较自我为中心 比较有自己的想法的这样子的一个人 可能你们两个之间也会因为这个问题发生一些 一些东西 可能我觉得对方他也不是一个不强势的性格 可能两个人都挺强势 或者说你们两个人都挺自我 都挺拿自己 就是以自己为中心的 那么如果说 对方不是男生 对方是女生的话 那可能 如果你看我这个视频的你是男生的话 可能 可能就是对方会觉得你在感情上面是不够专一 不够坦诚 不够认真的 可能对方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想法 他是有说想让你对他能够更好一些 或者说给他一些更多的感情上的一些反馈也好 或者说能够认真的去对待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也好 怕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想法在 那么 我看到这人他接下来会怎样推荐你呢 我觉得他其实可能不会做出很大的行动 他可能还是会比较保守 然后还是会做着他自己的事情 而且我感觉到其实这一组你们之间可能也是比较务实的一群人 可能两个人都很务实 或者是说就是本身我觉得可能对于你而言的话 不管是你在上学还是已经工作了 还是你在自己创业 我感觉到其实你都是比较在感情跟物质里面可能更多 还是会选择先把自己的经济先照顾好的这样子的感觉 我觉得对方他其实也是有在做自己的事情 不管是哪方面了 但是我觉得对方他其实确实是觉得你们两个之间是没有彻底断掉 就像是那种有被链条锁住的感觉 或许你也有一种感觉就是想断也没有彻底断 就是讨厌一个人但是又喜欢一个人 可能你就会有一种反反复复的感觉 好像真的跟这个人他就挣脱不开这样子的一个局面 我觉得你们两个其实在这个方面上是有点像照镜子的 但是对方他其实会更多的站在一个理性的角度上去看 然后去单独的做他自己的事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是掌握不好你们两个之间的平衡的 我觉得其实可能大部分的朋友我不知道能够对应到多少 但是我觉得对方可能会认为你们两个之间的主控权很多时候是放在你的身上的 就是你们两个有怎样的发展 或者说怎么怎么样 可能是你可能会更加的说了算 那对方可能他没有办法真的很掌握好这个平衡 但并不代表说对方他真的就是 因为我觉得如果对方他真的有什么样子的决断的话 未必说掌控权就真的是在你的身上 但是不管怎样 我觉得对方在近期这一大段时间都可能不会有什么很大的一个决定 但是我当下看到的也是一个以两个人当下的能量状态来走的了 那这个能量状态他可能会改变 那改变的话其实这个结果也会跟着变 那我看到其实在你们两个之间现实层面上的一些影响 我感觉其实 一个是说我觉得选到这组的人很多人是有年龄上的差距的 或者是说你们之间本身 对方对你可能他是 怎么讲 就是对方跟你之间不是年龄上的差距的话 就是有一种 我不知道就可能 有些差距太多的人可能会有一种被代沟的感觉 也是有可能就突然有一个这样子的感觉 或者是说你们两个人是有着一些地域上的问题的 比如说异地或者哪怕不是异地也有可能就是说家住的比较远 要开车开一个半个小时 或者说怎样才能见到一面 但又不是说经常见面的感觉 我觉得你们两个之间就不管是说怎样 我觉得影响到你们两个之间关系可能更多还是男方的这一边 不管你是男方还是女方 就总而言之影响你们的关系的是男方的这一边了 可能男方并没有给女方一个很真诚的承诺 或者说真正的履行了什么 即便是承诺了 我觉得可能这之间还有很多欺骗的因素 还有很多说到没有做到的东西 包括就是 我觉得男方也是会更加的理智 更加的冷静的那一方 甚至我觉得可能你们两个之间本身断联也是男方先去断联的 男方先去冷落对方的 那么可能你们两个之间本身冷落的原因 可能也有着第三因素的这样子的影响 那么我看对方他其实他对你的感情现在是怎样的 我感觉对方应该是对你付出是比较多的那一方 他有为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做过一些投入 做过一些努力 那么他也知道或许两个人的感情 或者说这段关系 是否还值得停留 他有在思考这个问题 他是否应该走开 然后投向其他的事情 或者说身边如果有其他的人 他需不需要去 跟其他的人有这样的发展 但不管怎样让我感觉到这个人 他目前没有什么决断力 他还是有在为你停留 他没有完全的离开 他还是有在很想你 甚至我感觉其实有些人他是有希望说 你能够给他什么承诺的 但是我又觉得对方好像又不太愿意去强迫 你做什么 当然也有可能反过来是你这样对他 但我感觉大众占卜嘛 大家就自行应对一下 那么我感觉上其实不管怎样都是南方的这边更理智 更决绝可能最先离开这段关系 或者是说没有什么真正的承诺 承诺了也没有做到这样子的感觉 可能就是有一些亏欠 在两个人之间有些遗憾是没有解决 没有处理好的 但是我感觉到其实对方对于你的话还是非常的有热情 他觉得你还是非常的有热情的 就是对你有热情 可能对你对他而言 他对你有吸引力 你对他也是有吸引力的 但是我看到现实层面上来讲 接下来你们两个最大可能的一个发展的话 我却觉得两个人如果说落实到承诺还是很少 可能还是没有什么真正的承诺 比如说什么 甚至到结婚 或者说真的两个人固定好一对一的这样子的稳定关系 但是我却感觉到了很多热情的东西在 包括像两个人之后可能还是会有沟通 如果是本地的可能还是会见面 或者是说有什么样子的进展 或者如果是异地的话 至少我觉得还是会有存在着一定的沟通的 可能还会去解决一些问题 或者是说两个人在去做什么样子的事情 我感觉到其实你们两个人之间本身是有着一些上演的东西在的 就是彼此之间有上演 不知道是什么上演 也可能冷战上演 或者说互相折腾 或者是为彼此的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些条件 或者说怎样就是你们到底为什么上演了 如果你们对应这组信息的话相信你们自己是很清楚的 另外的话我感觉到其实你们两个之间的连接非常的深 你们两个之间的电流也是非常的强 非常的有化学反应 那对方很有可能会给你很强的安全感 当然也可能反过来 但我感觉其实给我的感觉是对方更多会给你一种安全感 就是让你感觉到这段关系你是安全的 你是被他爱的 你是被他呵护的 但是可能就是我们当下没有处理好自己的一个状态 可能对这个人也没有去做出太多的回应 那么你们两个之间我还看到是存在着一些不平等的关系的 就是一个人付出过多 一个人只是收获 还有包括像你们之间也有可能会有一种 家庭背景上的问题 或者是宗教信仰上的差异性 可能都会在你们两个之间发生 虽然说就是你们两个之间灵魂上很契合 但是未必说对每件事情相关上都是非常一致的 可能这也是在你们两个之间会造成一些影响 那么另外我还看到 其实这一组你们真的之间的连接是非常前列强烈的 因为真的有吓到我不只是灵魂伴侣还有双生火焰 因为灵魂伴侣很容易遇到 但双生火焰确实是很难遇到 而且我还看到其实你们之间本身就是有着一些 业力上的纠葛的 有一些业力上的纠缠 但是我觉得其实越是像这种纠缠越多 其实可能对两个人的发展 可能就中间的阻碍会越多 虐心的东西可能会越多 可能就是一个人非常的喜欢对方 非常的爱对方 但对方却总是想逃避 但是两个人却又没有说真的谁会去真正的断掉 我觉得这种状态其实就正是这种很深的这种牵扯带来的 有一个这样子的感觉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 就是如果更细致讲的话 今天就不跟大家来多讲了 那我还看到这人他一个是说给你安全感 在这可能他很有可能就是给你一种 家的感觉 就是一种很包容你 就不管你怎样他都非常的包容你 非常的容忍你 很欣赏你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大家当然也有可能是反过来 他可能会让你有一种 没有一个地方是有像你 给我的这种家的感觉一样 那么 这边对你的建议的话 我觉得首先我看到对你的建议是在说你需要去做出一些行动了 你需要去做出一些行动 那么可能就是说如果你们两个之间的锻炼问题是来自于你的话 你可以去更加主动的去联系一下对方 去做出一些这样子的行动 那么另外的话我还看到就是 其实你是一个很敏感的人 就不管说你表现出来可能会比较直接比较打打咧咧 或者说用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都好 但你内在其实是比较缺乏安全感 比较敏感的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其实对方他其实很能满足到你这一点 我还看到像你们两个之间 可能还没有完全彻底的完全了解彼此 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还值得有更多的时间去了解 因为我看到了一些需要两个人再去沟通的这样子的一些东西 包括像这边说 给两个人的感情多一次的机会 其实我觉得很多 我抽到了很多重复的牌 比如说像这张让两个人重新再有一次机会 还有像这边还有一张给感情一次机会 我就觉得好像你们这组是非常神奇的一个感觉 然后我还看到天使文言卡在说 我觉得他可能他会是一个对你有帮助的人 就像我在视频初期有讲过说 如果你们两个之间本身是能够互补 他能够帮助到你 或者说你们两个能够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提升 就是能够更好的话 就更有可能两个人是双生火焰的关系 这个人他我觉得很多时候他是能够帮助到你的 那么另外的话 我还看到了爱情可能就是 但我并不觉得你们之间是纯粹的爱情 可能更多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 因为我感觉上了解还没有完全的那么的深入 还是值得去更加深入的去了解一些的 包括就是像两个人之间的一些面具 其实也是如果没有必要的话 也没有必要去真的带着面具去沟通 我感觉到一个信息可能就是对方在跟你讲话 或者说你跟对方讲话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种有话讲不出口 话到嘴边讲不出来 对别人可能都是有一种要么冷淡 要么就喜欢的状态 但是对这个人可能就是有一种 怎么都放不下 就是平常也不想 但是想的时候又非常的想 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讨厌的时候是真的很讨厌 可能有些人还会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可能还会感觉 这个人像自己的仇人一样的感觉 但不管怎样 但是又想念的时候又会很想念 你们之间可能会这个样子 那么给你的建议其实告诉你 可能如果说你是懒惰的那一方 其实就是在说 建议你不要太懒惰了 就是可能需要在这段关系里面 去做出一些努力 那如果说对方是懒惰的那一方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去懒惰一点 然后等着对方去给你一些 什么样子的一些推进 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个接下来 可能还是会有沟通 甚至是有一些见面的机会 或者说有一些这样的进展 都是很有可能的 我还看到如果你觉得 这个关系会给你很大的压力 或者是怎样的话 其实你没有必要给自己这么多的压力的 很多东西可能跟你想象当中的 还有一些区别 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 包括就是你们之间 可能是有着一些工作上面的问题 可能就是你是一个比较务实 务工作的人 或者是对方 就是感觉上你们两个之间 可能会有着这样子的一些影响 包括就是在跟你说 你可以去安全的跟这个人去相处 这个人能够给你安全的爱 还有就是 我看到你们之间需要去原谅 但是我感觉到 其实这个原谅的信息是说 你需要去原谅对方 或者是对方需要去原谅你 但不管怎样我觉得好像都已经原谅了 尤其如果是对方需要原谅你的话 我觉得对方 其实是一个蛮 其实我觉得对方是已经原谅你的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对方是非常理解你的 那么我还看到一个信息 这个跟感情不对应 但是我感觉还是要跟大家讲 就是 经济的问题可能会得到一些解决 就是比如说你现在 比如说没有复工 或者是说你是做生意的人的话 你没有挣到钱 还没有开张之类的 我觉得可能接下来你的经济问题 会得到一些解决 不用有太多的担心 如果你再为这个东西烦恼的话 另外的话 还是来跟大家来说一下 就是 接下来的15天以内 就是半个月 接下来的15天以内 你可能会生活当中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 这个事情可能是好 可能是坏 首先我觉得可能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还是跟工作有关的 更多是跟工作有关 因为我觉得你可能真的是一个很务实的人 那么如果你是学生的话 那就是跟你的学业相关 我感觉到其实接下来 你会有一些加薪 或者是有一些升职 或者是你要转换一个新的工作 那如果说是你是学生的话 那可能就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你会学业上面有一个什么样子的进步 或者是得到了谁的认可之类的 都是很有可能 那么另外我还感觉到 其实接下来的15天左右 我感觉到你如果说在 尤其是在你的经济或者是学业上面 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得到来自一些智者的忠告 一些他们会告诉你 你应该想要去做 你的比如说你的生意应该想要去经营 或者是说你要做这件事情 会怎样发展会更加的好一些 可能是你的家人 你的长辈 也可能是你的一些领导 或者是其他认识的一些人 都是有可能的 来自于智者的一些忠告 当然也可能是来自于你的朋友 如果说你接下来的生活里面 有什么困难是需要帮忙的 可以尽可能的 像你的朋友张口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接下来你会 如果有任何困难 你会有得到这种非常有能力的朋友 给你的一些帮助 所以说不用太过的担心 好吗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第二组排的 全部的解排了 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样子的想法 或者是疑问 可以在下面给我评论留言 如果大家想要分享你们的故事的话 我也会好好的去看 如果说大家想要一个私人的占卜的话 也可以来加我的微信 预约相亲 好吗 那么祝福第二组的小朋友们 你们可以跳到视频的结尾去 看一下宇宙当下 还想要给你们传达什么样子的信息 那么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的收看 祝福你们 再见 现在是第三组的小朋友们 你们的信息了 首先还是在视频的初期 跟大家来讲一下 因为这个是一个大众的毒牌 所以说它可能会对应到你 也可能不会对应到你 如果说你觉得不对应 那么切勿强行对号入座 你可以换一组 或者是直接关掉这个视频 那么另外 在视频的结尾 大家在做完了这个占卜之后 要去视频的结尾去听一下 宇宙最当下需要给你传达的是什么样子的信息 因为我在那里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非常简短的一个信息的传递 那么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听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你现在就需要听到的 那么接下来就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毒牌 首先来说一下 我感觉你要是在说这个人他有没有在想你 我觉得这个人他是有在想你的 他不是没有想你 但是我觉得这个人他想你并不是他什么时候都会想你 应该是那种 怎么说 就是他在做他自己的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人他就不会想到你 但平常的话 尤其是在 嗯 触发到你们两个之间的一些东西 或者说怎样 我觉得这个人会想到 那么今天的这一组牌 我会觉得是有两部分的人 就是 其实我觉得可能会有更多啦 但是 因为这是一个大众的占卜嘛 但是我会把它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你们两个已经锻炼了很久很久了 还有一部分就是你们两个 现在其实还能够见到面 但是其实已经不讲话了 就是那种 类似于比如说同一个学校的同学之间 或者是说同事之间 这样子必须要抬头不见低头见这样子的关系 那么前者的话 首先再来说一下 我感觉如果说你们两个已经很久没有联络了 这个人他很有可能他是跟你 他是你以前的同事 或者说你以前的同学 可能是小学同学 初中之类的都很有可能 感觉这个人他就是你以前认识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些 或者是说这个人他以前就是 但让我更多感觉是说不管怎样 就是不管是说他是你的同事 你们两个现在能见到 还是同学能见到 就不管说你们两个能见到面 还是说已经彻底锻炼了很久了 都好 我感觉你们两个之前都是恋人的关系 而且还是那种能够有心与心的一些交流 一些互动就是互相的一些给予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虽然说如此 就是两个人之前的感情是有的 但是如果说那种就是你死我也不活了 就是那种壮烈牺牲就是爱到极致的感情 其实也没有 就是真正很深刻的感情基础 其实也没有 另外就是像这种感情上面的承诺 尤其是长期发展上的东西也没有 就是不管是说你是早就断联也好 还是说其实现在还能够接触得到也好 感觉上其实都是没有这些东西的 我看到其实在你们两个之前可能断联的时候 会有着一些不好的影响 可能是来自于如果说是早就断联的话 这个人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你之前就在一起过的人 可能是同学在一起过说怎样都有可能啦 那分手了 那分手了是导致你们断联的最主要的原因 但是我感觉可能你们现在连朋友都没有做成 可能连联系方式都没有了 可能都已经就是没有了什么就是或许能找到吧 但不管怎样感觉上两个人都不会去刻意的去打扰彼此 去刻意的去找这些东西 可能就是连朋友都没有得做 那如果说是你们现在还在身边还能碰到的话 我觉得也是分开 但是现在也是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尴尬的一个境地 我觉得你们之间不管是哪种可能 中间都是存在着一些秘密 或者是说被其他人有所掌控的 如果说你们是以前就很久没有认识 就以前很久没有在联络 那现在也没有见到面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话就彻底的断联的话 彻底的断联就是还不会有任何交集的话 我觉得其实你们两个之前可能是有一些比如其他人的操控或者是其他人的干预 被迫使你们两就是你们两个被迫分开 或者是说受到了打压 受到了支配 或者是两个人本身来讲的话 长远的东西就没有考虑的那么长远 那如果说是在身边的话 我觉得可能就是来自于 比如说其中有一方是有婚姻的 或者是说其中有一方是有男朋友或者是有女朋友 但是你们两个可能 这是一个比方啦 就是我感觉到未必是所有人都这样好吗 就是一个感觉可能是 打个比方 比如说两个人是同事好了 那可能就是一开始两个人关系走得很近 可能最先开始的是 一种其他上面的一些关系上的连接吧 就可能会有到后面可能才会去谈感情 但是到后面就是真的谈论到这种选择的问题 就选A还是选B还是选C的问题的时候 就犹豫了 就拿不定主意了 可能两个人之间会受到这样子的问题 也有可能就是不管说你们是早就断联 还是说现在也能遇得到的话 不管哪种情况 你们的关系 我感觉上是从开始不是很见光 不是会得到很多人的知识跟理解 甚至就是让别人知道了 还会去拆散你们 会阻止你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就是有点不接地气 有点在就是下面去沟通交流 去谈的这样子的感觉在 那么对方他其实现在的话 我觉得你们两个之前如果说彼此 许下过什么样子的承诺 我倒不认为说是真的就是完全不真心 然后就没有做到 但我可能就是有一种 当初说什么可能也有点真心 就是也挺真心的 但还是没有做到 因为现实层面上的因素确实是会有影响 那对方对于目前的话 他觉得你没有对他有任何感情上的推动 他对你也没有 就是两个人现在就是已经卡在了这个状态 谁也不会去刻意地去打扰谁 之前的那些负面的矛盾 其实现在都是已经得到了一个化解的 那么对于这个人 他接下来他想不想要跟你 有什么样子的进展跟联络的话 我觉得这个人如果说真的早就已经断联的话 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接下来 他可能他不会有什么大的推动 因为他觉得两个人的时间点已经过去了 就是已经在当初的时候就不对了 已经就是卡住结束掉 那接下来其实也没有什么大必要去做出什么样子的推动 他觉得已经时间过去了 就是这种感觉 好像并不是说时间能够让两个人更好的在一起 而是说时间过去了 可能两个人就变得更加的陌生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那如果说是你们两个之间是现在能够见到面的还是有一些焦急的状况的话 我觉得其实这个人他觉得你们两个现在就是卡在了这个地方 他现在很无力他不知道应该想要去解决 甚至我还感觉到有些人可能还是有些逃避 那么另外的话 我看到这人他接下来会对你有什么感情上的推动吗 我觉得其实如果说是已经很久没有联络过的人的话 确实我没有看到什么真正推动 我觉得接下来可能他还是不会有 包括像你们两个之前不管哪种情况了 之前可能会遭到其他人的反对 或者是说两个人之间有时候没有解决好的一些问题的话 他想到这些他还是觉得挺负面的 而且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你们两个之前 你有主动的找过他 或者说他有主动的找过你 就是谈论复合 或者说谈论怎么样的这些问题 我倒不觉得很多时候是真的 你们两个之间就是彻底的谁 就不理谁 也有可能是那么一种就是 现实所迫 或者说怎么怎么样 一些其他的外力因素导致的两个人 断联或者说这样的 这样子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他会觉得之前就即使是说 假设是你主动的给他推荐了感情 也可能是他推荐你 但比方是你推荐他的话 他觉得其实是他那个时候是没有接受的 他没有同意他没有接受 错你们两个错过了这个时间点 那接下来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值得惋惜的了 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么久 确实是大家都在成长 那之前的事情可能就也会记得 但是也不会说真的想要再去找回来 或者说怎么样 就还是会有一些遗憾的感觉 或多或少还是会有的 那么如果说这个人他现在你们还会能够有到联络的话 我觉得其实这个人他也是觉得你两个之间 可能是有错过之前的一些时间点的感觉 是有谁就是给谁一些感情上的投入 其实对方是没有接的 可能更多是对方没有接受的 可能性会更加的大一些 那么我看到就是对方跟你之间 其实现实层面上的阻碍的话 一个是在讲说共同点 就是你们之间有着一些负面的一些纠葛 可能是分开之后会也会导致两个人的情绪 有一些不稳定化 可能有一个人就很痛苦 想要去找对方去复合 或者说想要再重新有一次机会 可能对方并不会是有一个相等的一个回应 再这来讲的话 还是就是两个人本身这关系不是特别的见光 可能并没有太多的人去知情 或者说并没有太多的人去认同 两个人之间是有着一些负面的影响的 如果说是你们现在能够就是有联络的话 我觉得甚至可能还是会有着一些 第三者因素的问题 可能就是你是那第三个人 或者是说他是你的感情当中的第三个人 也是有着这样子的一些可能 这是一个大众的占卜 那么另外的话 我还看到了一个信息就是 你们之间可能就是男方的 就是 怎么讲 就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的 我觉得都没有办法说 真的给彼此一个长远的承诺 就是让我感觉得到 可能就是没有办法给 那如果是早就已经断联 没有联络了的这样子状态的话 可能就是女方这边 其实是退缩的 其实是没有太多的承诺的 其实是对方有给感情的 后面自己不敢接受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那么我看了一下就是 对方他现在对你还有没有感情 我觉得他曾经对你有过感情 他曾经有过感情的 他曾经是有喜欢过你 但是我觉得现在其实 他已经有在放下之前的这些东西了 他有在 之前如果你们是有在迷雾当中的话 我觉得 他会觉得有点像花飞花物飞物 就找不到一个出口 找不到一个方向 现在他是已经落实到实处 我觉得他慢慢的 他其实已经有看清楚东西 到底怎么回事 他有在看清楚 他之前两个人 之前不管再加要负面的能量 他其实都是有在放下 那么至于你们两个 接下来的一个发展走向的话 我觉得其实 没有一个很光明的一个走向 但是如果说 你们两个不是早就已经断联 彻底没有联络 可能连联系方式都没有 如果只是说还有联系方式的话 可能你们还会 你或者是对方还有在 偶尔的去观察一下对方 就但我觉得不会是那种 就是天天可能就是说 想到了或者说怎样的 就是说去看一下 谁发了什么样子的动态 去了解一下对方现在过得怎么样 可能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感觉 但是不管怎样我觉得你们两个之间都是欠缺一些真实的承诺 跟长远发展的这样子的一些可能性的 我看到你们两个之间是错过了很多的东西 那么接着来跟你讲一下对于你们两个之间的一些建议 首先我觉得其实你跟对方都是安全的 现在你是非常安全的一个状态 你不需要有什么太多的担心 那么这段感情如果说其实 不管说之前给过你压力 现在已经解除掉 或者说现在还在给你压力都好 你都要明白 其实是确实是需要去 解除掉一些什么样子的东西了 因为我觉得毕竟两个人之前是有过感情的 并不是说真的没有 那有些人可能你就是有点沉 有点执着于过去 你未必是真的执着于这段感情给你的影响 也可能是之前你在哪段感情里面受到了怎样负面的伤害 或者说影响都有可能 或者是直接这个人给你带来的 可能就是你在之前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响里面 你会影响你之后的感情的一些判断 或者说你会让你自己没有安全感 或者说你还在有留恋着之前的这个人 告诉你就是不要太沉着于过去 如果说之前对你有任何的负面影响的话 建议你也要去自行的清理一下 这样子的话其实才能够以更好的面貌 去对待下一个人 对吗 或者是哪怕是说你跟这个人还会有联络 那么也是你状态好了也会投射到对方的身上 所以就是要清理一下你过去的能量 要有一个自我的意识 看到自己当下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另外的话 我还看到了一个近几个月的信息 有这我觉得是给一部分的人 一小部分的人就是还没有说彻底的完全的结束掉 可能就是说你们还可能还会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交集的这样子的人的话 我觉得你们可能在近几个月以内会发现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 或者说你们两个会解决什么样子的事情都有可能 就是你还需要获得一些更多的资讯 那这是对于一部分的人来讲的 那么还有一部分的人 你们需要去学会宽恕 去原谅 可能是原谅对方给你的一些伤害 也可能是你要原谅你在这关系里面 你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或者是说 因为这段关系的结束 你对自己的一些伤害 你对自己的一些负面的东西都是需要去原谅的 并且如果你是一个有控制欲的人的话 建议你放下你的控制欲 就是尽可能的给自己安全感 首先先爱自己 不要让自己感觉到自己被自己给束缚住了 因为没有其他的人会束缚你 除了你自己之外 是没有其他人能够束缚你的 所以你要让自己自由放下那些无谓的控制欲 因为很多东西并不是你想要这样发展 他就真的能够怎样发展的 一切他都有一个最好的时间点 可以给你显示出 他最原本的那些东西 他是最后能够让你看得到的 可能现在这个时间 如果对于现在还没有彻底的完全 彻底完全就是结束掉任何联系的人来讲的话 现在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时间点 那如果说已经彻底的断联的话 我觉得就把这个当作自己人生当中的一个经验 一个记忆 我觉得一段回忆 他可能他也有美好 他也有不美好 但是他都是你的经历 回想起来都是你宝贵的一些经验 对吗 所以说要更多的学会 就是放下你的控制欲 还要学会珍惜当下 可能你当下本身过得也没有什么不好 你当下可能你也是比较轻松 比较自在的 那你也是非常安全的 就是要珍惜你当下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那么另外我还感觉到 其实选择这一组 选择到这一组牌的小朋友们 很多有土象还有火象的能量 那土象的话就是 金牛摩羯处 火象就是狮子白羊射手 那我平常的占卜 大家也熟悉我的都知道 是不喜欢去讲星座 就是对应哪个星座的 但是我今天感觉到了 就要跟大家来讲一下 可能会有一些对 就是火象或土象的小朋友 会更加的对应这组的能量 或者是说你想的那个人 他是火象或土象的 但不代表说 你们不是这个星座 就不能够对应你 还是要看你自己的一个判断 那我感觉其实选择这一组的小朋友们 你们如果现在有什么样子的 一个计划 或者说你现在的生活当中 有什么样子的梦想 当然这个可能跟你这个感情是没关的 也可能是有关 不管这样吧 就是对你自己的生活 我突然感觉到 如果你有什么梦想的话 你现在需要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 可能就是你的计划还不够完善 可能或者你就说 我现在确实是有计划 但是我计划的已经不错了 那么你可能还是需要去查楼补缺 再去找一找 其中还有什么是自己没有想好的 就是要有一个这样子的计划 并且我还感觉到 我不知道就有些朋友 可能你们近期会想要去发布一些什么样子的东西 可能是在网络上 比如说发一些帖子 或者说在工作里面要做一些什么样子的任务 或者是说 你们如果是有另一半 或者说怎样 就是跟你看的这个人是没关系的话 我觉得可能还有一小部分的人 可能会要官宣或者是说就是跟别人讲说 你跟其他人一些发展都有可能 就是关于你想要传达出去什么样子的信息 我觉得近期可能是会做这样子的一些事情的 但我不管觉得怎样 其实你们近期还都是比较幸运的一个状态 不会 我觉得倒霉事应该也不会怎么在你们身上发生 另外我还感觉到一个信息就是 可能选择这一组小朋友们 你们 你们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能量的到来 可能是新的感情 新的人 会来到你的生活里面 有一个这样子的感觉 或者是说你有一个新的契机 你的生活当中有了一个什么样子新的进展 总而言之就是有一个新的开始 你即将可能对应到这组小朋友 有些人会有一个很新的开始 这个我觉得是大家可以去期待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会让自己非常开心 非常富足的这样子的一个开始 即使现在你可能还感觉到生活当中 有什么是让自己困顿的 可能接下来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些事情 正向的一些事情会发生 那么如果再插一句嘴 如果你是一个女生的话 我觉得你会是一个非常优秀 非常有魅力的一个女生 在别人的眼光中 你是一个非常信任 非常有女性魅力的这样子的女生 那如果说你是一个男生的话 可能你想的这个人他是一个这样子的人 或者是说即将出现在你的生命里的这个人 即将来到可能就是 因为我感觉有部分人可能会有新的感情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即将来到你生命当中的这个人 可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生 你也可以去期待 那么最后我还给大家看了一下 接下来的15天 就是大概是半个月左右 15天左右的样子 大家可能会在生活当中 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 这个是可能会发生有好有坏 那我感觉到你可能会需要去处理 或者说克服一个很重大的挑战 这个挑战可能跟很多东西都有关 也可能是跟一个男性有关 可能是你的生活当中出现了一个男性 这个男性他什么样子的人不确定 但有可能是跟一个男性有关的挑战 需要你去克服或者是别人 一个男性给了你什么样子的压力 或者不是男性的话 也有可能你是要挑战什么样子的东西 我还觉得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你可能会处理一个性格比较倔强的人 可能倔强的像驴一样的人 但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人 可能接下来你会因为一些事情 你会很倔强 也可能是说你要处理的那个男性 是很倔强的 都有可能 就是总而言之 可能你接下来是一个很倔强的一个感觉 为了一件事情很 别人这样讲可能都说不通 或者是说你要处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 而且我感觉到如果说你之前 或者说接下来要跟家里人闹什么样子的矛盾的话 你可能会得到一些家里人的和解 家里人的理解 或者说家人的一些道歉 或者是说给你一些正向的鼓励之类的 来自于家人给你的一些信息 包括我还看到了一些正向的东西 可能就是来自于某些人 接下来会有一些让你很兴奋 很激动的一些事情 大部分是正向的一些兴奋激动了 小部分可能就是生气也有可能 但我觉得更多是来自于一些 让你觉得很开心很激动的一些事情 可能是来自于你克服了一个挑战 你很激动很开心 或者是其他时候当中的其他的事情 好吗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第三组的全部解采内容 希望你有能够帮助的到大家 大家一定要去跳到视频的尾端 看我为大家准备的这个 很短很小的一个能量的传达 看看有没有真正能够 你能听到的一些信息 当下能够指引你的一些方向 好吗 如果大家有想要做三战步的 可以找我私信 加我微信预约 了解详情 如果你们有什么样子的故事 或者是有什么样子的想法 或者建议 要跟我讲的话 也可以评论留言告诉我 我都会去看 好吗 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 谢谢你们 那就祝福大家观看到现在 谢谢你们 好像这样讲的感觉 不管讲的 反正就是祝福大家了 那我们下支视频再见 拜拜 欢迎第四组的小朋友们 你们好 那么在视频的初期 还是要跟大家来想一下 因为这个是一个公众的毒牌 所以说它可能对应你 也可能不对应你 切勿强行对号入座 如果你觉得这组视频 是不对应你的话 可以换一组 或者是直接关掉这个视频 那么另外 在视频的结尾的话 大家看完这一组 不要走开 因为在后面有一个 我为大家做的很简短的一个 宇宙当下 可能会想要给大家 传递什么样子的 讯息的这样子的一个小节目 看一下有没有能够 你当下最需要听到的一些信息 好吗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开始 今天的这个主题内容 首先先来说一下 对方他有想你吗 其实我感觉 选择到这一组的朋友 你们或多或少 也能够感觉得到 你们之间到底怎么了 嗯 虽然说之间的秘密 还是有很多的 但是我觉得或多或少 你还是会有感觉 或者说 接下来你的感觉会更多一些 因为我看到 其实对方 如果说想不想你 他大部分的时间 是没有想你的 只能说 如果十分为满分的话 他的生活里面 有两三分的时候 是有在想你 但也不是什么时候都在想 但也不是什么时候都在想 大多数是在他自己的感情 寂寞了 或者是说 他那边的什么样子的状况 遇到了磕碰的时候 他会想到你 嗯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时间 其实这个人 他是没有太多的把精力 放到你们两个之间的 你们两个之间 我觉得断联的因素 有很大的可能 都是来自于第三者 如果前面的几个 几组视频 他们是 嗯 有第三者 有其他的原因的话 我觉得这一组 大部分的原因 就是来自于 其他的人 第三方的因素 会很大很大 那么我感觉到 其实你们之间 本身可能 嗯 可能对方 他就不是一个 非常非常 在感情里面老实的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可能他 嗯 也不只是说 在那边只处理了 一个人 就是可能 除了你之外的一个人 他可能还有在处理 其他的一些关系 但可能就是 在你们两个 现实层面上来讲的话 嗯 你身边的一些朋友 可能会觉得说 你们之间的感情 或者说这个人 可能会骂他 或者说觉得 这个人是没有道德 怎样 是有这样子的可能 好吗 只是有这样子的可能 因为我觉得 你们两个的感情 可能很多时候 是基于欺骗上面的 是基于说 不真诚 不坦诚上面的 这样子的一个感情 那我觉得 也有小部分的可能 是对方已经有了 家庭有了 婚姻状态 嗯 曾经有蒙骗过你 或者说是 对方是有孩子的 这样子的感觉 我觉得是 少部分的人 可能会有所对应 那么我觉得 其实你们两个 嗯 不管讲 我觉得其实都是 在这种大的 环境里面的话 你没有完全的 了解到这个人 就甚至是说 两个人已经断联 我觉得都没有说 彻底完全的 了解到他 包括像两个人之间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 不平衡的一个状态 是很失衡的 可能就是在沟通上面 也是非常有问题的 你对他的那些怀疑 很多时候 也并不是空穴来风 其实很多时候 你自己也知道 你身边的朋友 我觉得 或许也已经 给你提醒过了 我感觉其实 在对于当下的话 这个人 他现在有一个 这样的状态 这个人 他没有说 完全的忘掉你 你在他心里面 还是有影子存在 我不能说 是很重要的位置 但我感觉上 他其实也没有说 真的把你们两个 之间看到 这么的重要 不然的话 他也不会让你 感觉到是有那种 难过失落的感觉也好 或者是委屈 或者一直等待 这个人的感觉都好 你不会有 这样子的感觉 我觉得这一部分 这一座小朋友 你们会有一部分的人 是异地恋 我觉得如果是异地的话 可能就是 你真的不了解 对方到底是 一个这样的状况 如果你们不是异地的话 那也是这个人 我觉得他在很多时候 是对你藏的是 比较深的 他对于你们两个 目前的话 他是一个 非常懒惰的状态 并且他是想要说 慢慢的去跟你 有种渐行渐远的感觉的 我看到了一个 这样子的东西 那有一部分的人 可能他还会有欺骗 你跟你说 我现在很忙 我现在在忙着工作 他可能是一个 正在创业 或者说正在忙着 学业 怎样的一个人 都有可能 或者说 他的工作很忙 但不管讲他 我给你 有些人他可能会 跟你讲说 我现在很忙 忙的抽不开身了 我忙的就是 没有办法跟你讲什么 我不是说 对你怎么怎么样 也不是说 对你没感情 也不是说怎样 就是我很忙 那将来的事情将来再说了 就有一个这样子的感觉的话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 这个人他是有欺骗的嫌疑在的 他并不是不了解你 对他的一些想法 或者说 你希望他给你一些什么样子的反馈 或者是希望他对你更好 或者是 给你一些承诺之类的 这个人我觉得他明白 但是他对于你 他并没有很抱有这种 感性的因素 反而他是非常理性的 他把他的 对你的感性上的东西 他是遮住的一个状态 更多的他是觉得说 嗯 就是 理智的去看待 并且是有逃避的感觉在的 就哪怕是说 你可能主动的跟他讲什么 敷衍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对 那么 我感觉其实这一组 他现在对你是一个非常 懒惰的状态 但并不代表说 这个人他在生活里面 就是一个非常懒惰的人 在这一组里面 我感觉到了有两种星座的能量 当然 这个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参考 因为我的视频 其实很不愿意去讲关于星座 因为 很多人在看这个视频 那肯定什么星座都有 但是我觉得可能更多看到这组视频 我感觉到了有两种能量 一个是风向星座 还有一个火向星座 那火向星座的话 就是白羊 狮子 射手 那风向星座就是 天秤 双子 还有水瓶 那可能就是 观看这个视频的你可能是 这风向或者说 火向星座可能性会更多一些 或者是你想的那个人 是这两种星座 也可能是你们的星座里面是带着 火向能量更强 或者是风向能量是更强的 但不管怎样 只是一个参考 具体到底对不对应 还是要看你自己的判断 好吗 那么我感觉其实这个人 他平常 他对其他的人 我觉得他未必是真的 就是也像对你这样 我觉得他反而可能 他不是说很内向 他其实是挺外向的 可能他也是挺热情的一个人 但是我觉得现在 不管讲 他不管说对谁热情 我感觉对你都是不热情的 都是非常懒惰的 那么这个人 他接下来他想要跟你 他想要跟你有这样的发展 其实我刚才有讲 一个是说想要渐行渐远 再一个我觉得 他觉得你们两个之间的 这种不公正 不和谐 不平等 这种感觉 他也了解 他也 让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更多 他不想要再继续的 这样去进行下去了 有一种想要结束掉的感觉 因为他觉得可能 两个人之间的期待 没有那么的高了 他觉得就是 可能再往后发展 也不会得到一个胜利的感觉 也得不到什么样子的人的支持 可能你身边的人 也已经把他骂了个遍 或者说也不喜欢他 或者说怎么怎么样 可能他身边的 就算有认识你的朋友 可能你也没有感觉得到 完全那种 他朋友给你的那份尊重 我感觉到其实 这组的话 对方确实是有想要说 跟你结束掉的能量 是比较多的 当然塔罗詹姆 是根据你们两个 当下的一个能量状态来看 并不是说就跟你说死 如果说你们两个 接下来有什么样子 能量上的一些转变的话 这个塔罗结果也会跟着改变 那么我看到就是 这个人他 他接下来他会对你有什么样子 感情上的推动吗 其实我感觉上是没有的 是没有感情上的什么 推动的动作 我觉得甚至可能这个人 他还是不会说 在短期之内主动的联络你的 有很很大的可能性 是不会联络 再一个我看到 我看到就是 这个人要是说 他现在对你 还有没有感情的话 我觉得其实他 确实是没有 给你什么承诺 不是吗 他的感情确实 也是没有 你想的那么深 或者是说 他最开始跟你表达的那么深 都好 我觉得其实是 欠缺一些感情上的东西的 你们两个在现实当中的一些阻碍 其实也是 本身来讲 就掌握不好这个平衡 可能在三观上面 也是不太相符的 可能这个人 他还有很多的欺骗你的东西 你知道一些 但是有些东西 我觉得到现在 你还是没有完全的清楚 有些秘密依然存在 但是你没有完全的了解到 包括像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我感觉可能还是不那么见光 可能还是有点 像地下恋情 或者是说 没有什么人去认可 这中间背后还掺杂着 很多很多其他的一些因素 我觉得感情 其实是越纯粹越好的 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之间 可能没有那么的纯粹 然后这个人 他也没有动力去 继续为两个人之间推动 或者说再发现什么样子的潜质 或者说更大的一些期待 对 就我今天讲话会比较直接一点 因为毕竟是看对方 会站在对方的一个角度上来讲 但是不管怎样 我觉得其实你在面临 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人的时候 真的是要有一个自己的判断 我看到其实你们两个 接下来的一个长远 也不是长远 就是近期的一个发展 走向来看的话 很有可能 最大的一个可能会走向一个结束 可能是对方真的主动 就彻底离开你 或者说你想通了 就放下这个关系 离开对方 但不管怎样 我看到你们两个之间 是有着一些遗憾在的 可能是之前的一些约定 没有达成 没有做到 或者是说 还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些想法 是没有完全解决 就结束 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感觉 那么这边对大家的建议的话 首先我看到 如果你对这个人花了很多的钱 就是付出了很多的时间 或者是精力的话 我觉得这一座可能就是 如果你没有为这个人花钱 我觉得也可能就是 你为这个人耽误了你的学业 耽误了你的工作 耽误了你的正经事 可能你为他 你就没有什么心理 再放到这个上面去了 那么建议你 先把你的注意力放到挣钱上 放到工作 放到学业上面 不要让这个人继续耽误你了 不要再被这个人捆绑 其实很多时候 是你自己捆绑你自己的 你跟他之间 是有着一些财务 可能就是你 你需要去 先去调整一下你的财务问题 或者说这人他本身来讲的话 他也会有一些财务上的问题 需要他去处理 但不管说他再怎么处理 他再怎么忙 他也不会说就是真的 那么忙 或者说真的就是给你不了 他不可能如果说一个 真的很在意你的人的话 让你感觉到这么的孤单 明白我的意思吗 另外我还看到 你们两个之间是有这种 不平等的爱 甚至是没有回报的爱的 很有可能就是你对这个人 付出了很多 甚至我感觉可能看这组的人 你们有在 比如说 比如说就是 做一些什么样子的仪式也好 或者说找感情机构 或者是说 为这个人花了一些钱 在哪方面 或者是占卜上面 或者是说 在各种的挽回 或者说各种层面上来讲吧 可能会花一些冤枉钱 或者说耽误你挣钱 耽误你学业的话 真的要收住 那么另外我还看到这一组 我看到这一组 其实我感觉上 有部分的人 可能你们身边 已经出现了新的人了 就是如果说 有看我上一组 上一期视频 那个三人型视频的小朋友 我觉得可能会 对应到有一些 上一期第二组的小朋友 可能会有一些对应 或者是你们如果觉得 对应你的话 你可以去听一下 我上一期的这个视频 看一下第二组 因为第二组 我记得是有新人进入 或者是即将进入的 那么我在这里 又看到新的感情的进入 也就是说 其实你 或许你现在 或者说即将 会有新的感情进入 并且确实是我感觉到 有一个新的浪漫周期 即将要开始了 就是你身边 即将会有新的 一些浪漫的事情发生 一些新的能量 新的感情 更加积极 更加正向的人 会来到你的生命里 这个你是可以去期待的 可能这个人 他不会给你一段 没有回报的感情 他会给你一段 相互之间 都能够喘气 都能够互相去了解 互相去支持彼此的 这样子的感情 我觉得可能 就是这样子 是你目前最需要的 但是你可能就会想说 那我现在已经付出了很多 我已经怎样了 我现在是真的放不下 为什么要老天 给我安排一个 这样子的经历 或者说之前本身也 曾经经历过 类似于这样子的 一些感情经验的话 再告诉你 其实这是老天爷 给你的一个课题 你是一定会经历这个人的 你是一定会遇到这个人的 就是你遇到这个人 是你这一生当中 必然的一个事件的发生 但并不代表说 他就能够结果你 就是你需要去看清楚 事情的本质 然后真的能跳脱出来的时候 自己真的要学会看得开 看一看更大的图景 就是你将来更长远的一些东西 看一看你跟这个人 是否真的很契合 你要花更多的时间 不是放到这个人身上 或者是挽回这个人身上 而是要花更多的时间 放到自己的身上 学会自己去深呼吸 去告诉自己 自己是值得被爱的 还有自己 到底想要什么样子的人 可能就是因为 人们在感情里面 我付出的更多 我就会更加的记住 我就会更加的珍惜 这段感情 而不是说对方 对我付出多少 我就愿意去珍惜了 那么所以反过来 我们也可以去理解一下 对方 包括就是我们 如果说身边出现了 其他新的人的话 我们也要去看一下 这个人如果说 他是愿意给我们投入的 我们要想一想 如果这个人 满我们的意义 我们真的喜欢他 但是又放不下之前的人 到底应该想去抉择 想要去珍惜当下 珍惜当下宇宙 给我们安排的这种能量 可能就像有些人 如果说你真的得到了一段 新的很好的感情 可能这就是对你的一个补偿 你真的要去考虑一下 那么另外这边 天使也在跟你讲说 我爱你 就是告诉你 如果有些人 你们觉得在之前 这段感情里面 你们是不够被重视 不够被爱 不值得被爱的话 他给了你这样子的感受 那其实天使在告诉你说 你是值得被爱的 你是值得拥有好的爱情的 不管是说别人爱你 还是你自己爱自己 你都是值得被爱的 但首先先爱自己 照顾好自己 另外的话 我觉得如果说 这个人他对你是很吝啬 不去投入的话 你也不需要去为他投入了 你可以先掌控好一下 你自己不管是精神层面 还是物质层面 如果你现在很封闭 你很伤心 你身边的人可能跟你讲什么 你不太听得进去的话 可能你还是因为不够 完全的了解事实的一些真相 那么建议你其实需要去更多的了解 包括在感情里面 为什么我们会沉迷于这样的一段感情 你要去想一下你自己的源头 可能是之前曾经遭受过什么样子的创伤 或者是怎样的 但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自己去进行愈合的 对吗 这样子的一个人 他肯定是没有办法去帮助你 怎么怎么样去陪伴你 但是至少 这个人他给你留下了课题 如果你真的能够学会的话 这对你就是一个帮助 那么另外还在跟你讲说 天使回应卡跟你说 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这个人不是最好的 你有其他更好的 没有必要对这个人有更多的 让这个人对你有更多的能量上的消耗 你要对自己更加的慈悲一些 一样怎么讲 就是你的状态好了 你身边真正爱你的人 关心你的人 他们也会为你高兴 也会为你开心 对自己慈悲一些 那么我还感觉到 这一组的小朋友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可讲的 总而言之就是希望你能够照顾得好你自己 因为刚才有一个东西闪过 但断片了就想不起来了 那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下 就是接下来的半个月以内 就是15天左右的时间里面 你们可能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 可能是好事 也可能是坏事 那我首先我感觉到 其实接下来在15天左右 可能你们有些小朋友会出去玩 可能是旅游 也可能是说近短途的跟朋友 比如说去逛个街 去购个物 去一起去做点什么样子的事情 可能会出去玩 或者是在建议你说 其实你接下来应该会建议你 走出户外出去去玩 一玩去走一走 会对你比较好 那么另外的话 我觉得如果说你近期有在网上有网购的话 我觉得接下来你 我觉得这是废话 但是就是半个月左右 你会收到你想要的一些邮件 一些包裹 或者是说你等待一个工作的机会 或者是你等待什么的话 我觉得在接下来的半个月左右 你会收到一些信息 一些别人给你传递来的一些信息 或者是邮件包裹 信件之类的东西 并且你还有可能会收到一份礼物 那可能就是说 建议你如果说是过生日的话 那就先祝你生日快乐 那如果说是你的朋友 也有可能是你要送朋友礼物啦 也有可能 或者是说你会收到其他的人给你的一些礼物 或大或小 可能就是一些小惊喜 那么我还感觉到 其实接下来你是可以战胜你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的 不管是什么 你要相信你自己是有这种决心 你也是能够有这种力量去面对的 就是你能够战胜你的困难 好吗 那么这个就是对于我们第四组的小朋友们的全部解答啦 希望你有能够帮助得到大家 也希望你们能够一切都好 感谢你们支持我到现在 看到现在 那么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给我私信留言评论 我都会看 那么如果大家有针对自己的问题 想要做一个私人占卜的话 你可以找我加我微信私人预约 好吗 那么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不对 因为接下来还有一个 呃宇宙对你们想要讲什么样子的一些提点 传达什么样子的信息 很简短 那么接下来大家就接着来看下去吧 祝福你们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到了我们宇宙想要传达给我们什么样子的讯息的环节了 现在请我们深呼吸 然后就下心来 前面是没有任何参照物的 我们通过第一直觉在数字里面选出你最想选择的那组数字 当然也可以选择 当然也可以选择两组或者是全部都听 当然都可以根据你当下的一个第一直觉 那么现在来想一想数字 一二三 这三个数字里面大家有想要选择的数字吗 我再讲一遍 一二三 请在这一到三的数字里面选出你最想要选择的那个数字 然后跟我来一起倾听宇宙想要当下给你传达什么样子的讯息 可能对于你当下来讲是有一些帮助的 好吗 那么首先呢 先来讲一下选择数字一号的小朋友们 我觉得你当下可能让我感觉到你会有一些不坦诚 或者是说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个人之间会有一些阻隔的情况 可能是对于你的家人或者是朋友或者是你的另一半都有可能 感觉上你可能是有已经有了一些心里面很多负面的想法 没有讲了就是积压了很深 或者是说对谁有什么意见 或者是对于自己有什么想法是没有跟别人谈路的 那么其实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面 你要尽可能的去坦诚一点 对别人坦诚也是对自己坦诚 就是坦诚自己内心里面真实的想法 真正的做自己 不要害怕自己说出来这个话 别人会不会愿意听 会不会接受你 你要知道其实你的想法是很独特的 真正在意你的人 他们也会很关注于你的内在世界到底在想什么 尤其是在你跟一个人的关系当中 其实你真的把自己敞开内心去跟别人去进行交流的时候 其实别人才会更加容易给你一个正向的回应 所以说不需要焦虑也不需要担心这么多 如果你近期有对于内心不坦诚的问题的话 那么就建议你坦诚自己的内心多多的与他人交流吧 好吗 祝福选到数字1的小朋友们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那么接下来呢 是选择数字2的小朋友们 你们的讯息 我感觉选择数字2的小朋友们 你们很有可能是 怎么讲 可能有失落的东西在 或者是有后悔什么东西 可能是后悔当初自己做了什么事情 或者是有伤害过什么人 或者是 同意被人伤害在 或者就是你有没有抓住什么 有错过什么 没有做什么 可能你会有后悔 你会觉得 如果当初我改变一下 如果当初我妥协一下 如果当初我怎样的话 可能是不是会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呢 但是我想跟你讲的就是 不会有任何改变 因为如果以你当下的一个状态 就算你回去了 你还是会这样做 这个事情还是会发生 因为宇宙 它是不会允许一件 不允许发生的事情发生的 既然发生了 那么就是它应该发生 它允许被发生的 你是没有办法去改变将来的 但是你可以改变你将来 你是没有 我说错了 应该是说 你是没有办法改变你之前的 但是你可以改变你的将来 就是 你之前怎样 做了就是做了 发生了就是发生了 错过了是错过了 没有办法去改变 但是接下来你 如果可以去弥补什么 可以去做什么的话 其实你可以去做 包括 其实最根本的还是要 先学会自爱 先照顾好自己 因为我觉得好像选择数字二的小朋友 你们有些不自信 有些内在的矛盾是需要去处理的 可能你们会觉得自己是不值得被爱的 或者是说觉得自己是哪方面不够优秀 可能比不上周围的其他的人 但其实我想要跟你讲的是 宇宙在告诉你 你是可以 骄傲的 就是你是可以去认可你自己的 你自己身上有着很多别人身上没有的闪光点 可能你自己是不知道 但是其实真正在意你的人 了解你的人都能够看得到 你可以跟你身边的人去进行一些交流 然后你也可以对着镜子反复的练习说 我是爱自己的 我是很棒的 这些确实是能够给自己很强的一些心理暗示 确实也是在告诉你说 你值得骄傲 你是可以很棒的 你没有必要为了一个人 怎样去畏首畏尾觉得我说这句话 他会不会就生气就不理我 或者是说我这样做了 会怎么怎么样 不用这个样子 想这样做就怎样做就好 照顾好你自己 因为当你把你自己的位置太高的时候 别人才会认为你是高的 别人才会更会愿意来爱你 你才更值得被好好对待 不对吗 所以说要好好地先学会自爱 要好好地爱自己 并且过去发生的事情 真的没有必要再去留恋 真的没有必要再去纠结 因为之后这样做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相信选择数字二的小朋友们 如果你们能够接收到这个信息的话 相信你们会越过越好 好吗 祝福你们 感谢你们观看到现在 那么我们下支视频再见 拜拜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选择了数字三的小朋友们 你们的信息 我感觉当下宇宙想要给你们传达的信息是 你们当下可能你们有在经历什么样子的关系 可能是亲密关系 也可能是朋友 或者是说你认识了什么样子的人都好 那么你处理的这个人 可能你会更加被那些能够对你有益处 或者是有帮助的人吸引 并不是只是说这个人他在经济方面 或者是怎样比你好 也可能就是说在精神层面 他能够引领你走向更多的一些 更多一些你之前没有办法自己去领会的一些世界 或者是说这个人他在生活当中会给你一些帮助之类的 这都算是这个人他能够对你产生一些正向的能量 正向的引导 我觉得其实选择数字三的小朋友 其实你在生活当中 你遇到了很多的人不是白遇到的 或许你会感觉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离开了你 你珍惜的人离开了 或者是说一段关系为什么非要这样子结束 这样子进展 明明可以怎样怎样 明明可以怎样怎样 那么其实在告诉你说你生命当中认识的所有人 任何一个人不是白白的经历的 他们都是必然的存在的 甚至你经历了很多人 他们是来自于你的灵魂家族 你们之间是有着很深的连接 他们来到你的身边 都是跟你之间互相的学会一些课题 而且你很容易会遇到一些他们本身也曾经有问题的一群人 就可能是他们曾经受到过什么样子的伤害 可能来自于原生家庭 可能来自于哪一段亲密的关系之类的 但感觉上可能你遇到的这个人他都是 曾经有过一些负能量 有一些消极的东西 有一些创伤还不够完整 还需要去整合 你们两个之间会得到一种平衡 会互相之间了解 互相帮助彼此 互相提升自己 那我感觉到其实 你没有必要刻意的去想说 这个人他到底能够在你的身边停留多久 可能是一个月 可能是半年 可能是一年 也可能是永远 其实没有什么永远了 就是可能就是 这一生可能都会跟你有联系 就是不管怎样 不管说这个人他什么时候来 他什么时候又走 都不用感到惊讶 都不用感觉到 有什么不舍或者是惊慌 因为这个人他来到你的生命里 是必然存在的 就像两个人共同的要去写作业一样 那时间节点到了 这个人该走了 他就是该走了 这个人他该来 竟然也会来 这个人走了 还会到下一个 所以说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课题就是 如果说你现在正在面临 跟其他的人的这样子的一些关系的话 不用太担心 也不用害怕 好吗 要做好自己 要 你也要去补充好自己的能量 包括像以前 如果你有过什么样子的创伤的话 你可以去跟这个人互相的弥补 慢慢的让自己真正的走出来 好吗 祝福你 祝福选择第三组数字的小朋友们 感谢你们观看到现在 我们下一支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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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